你先介绍自己介绍 好啊 先介绍自己 哦 我是武士文 武子虚的武 世界的士文章的文 我是退休的一位 所以已经有十几年了 我现在是在台北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这次来多伦多有什么事情 这次来多伦多主要是 我们这边的华侨学会总会的 多伦多分会啊 他们主办了一个 庆祝康战胜利 就要跟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的这个特展 那么要我过来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就特别从台北赶过来了 正好又碰到今天有这么一个盛会啊 我也有机会参与 非常幸运 你是国民党员吗 我是国民党员 我是国民党员 所以说这次 这次红秀柱的交通 会有没有跟你有关啊 呃 我们是支持 我是支持 红秀柱 参选这个总统 我我能够有机会在海外也参与这个活动 我觉得我很幸运 呃 在对日抗战的八年 我是小孩子 我是民国二十一年出生以后 所以在抗战八年 我到最后我是小学毕业 在这八年里头 我们体会了很多抗战争的恐怖 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战斗 但是呢 我们也感受到被日本人追赶 啊 这个逃难过的一种生活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而且呢 我们也体会到我们的国军啊 他们对日本这个抗战的英勇 跟牺牲精神 这是我们虽然年纪很小 但是我们也体会得出来 啊 啊 我是海军官校毕业的 我在民国四十四年就毕业了 一直到 呃 一九九九年 我才退休 呃 退育 那么我在海军呢 前后啊 是连在海军官校有四十八年 啊 当然 台湾这个的前途啊 我们都认为是 呃 大家都 都还是会有很信心的 啊 我们总是认为 我们是 在位于这个 呃 地理位置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希望 我们对中华文化 能够借得我们的力量 能够发扬广大 啊 啊 我为了表示对于 他们那个 对于 你 对于 人 不 不 不 你 你 不